我愿意跟他们这种人打交道 那也不至于把什么都挂在脸上 你这人啊 就这脾气 又到这儿干嘛 哎呀你先坐着等我一会儿 我有点事 一会儿就回来 哎老实待着 你可别乱跑 行行行 就因为你抓了毒贩子 到现在还没有营业 你啊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好了好了 你以为我愿来你这儿 你不欢迎回去走呗 我可是客房部经理 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 听话啊 在这儿在这儿 在这儿 沛小然呢 过了我问你过来 什么事不能在这儿说 你少吸皮叫来 过来啊 有事就这说呗 怎么着 还接着请我喝咖啡 没的你 两杯咖啡 等等 啤酒 你们这不是请业主棍了吧 是一个业主棍 不会再让我们来执行任务了吧 你今儿怎么老气我 他气我对你能有什么好处 你今儿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棒 我说我真不明白 怎么想 你是这年代的人 那郑总 我今天正想喝口皮的呢 行 那今儿咱俩就喝痛 一会儿上一打 听良心说我老刘对你怎么样 没事 绝对够哥们 那你为什么魂魂都把我往沟里推 就拿今儿的事来说吧 那钱怎么了 偷的 抢的 我处处样样替你着想 挖空心思 急急想办 你怎么魂魂把我弄的礼拜都不是 朋友是朋友 原则是原则 我这个人你不是不了解 你说说那钱我该收吗 知道你是个军人 可这钱是给小然的 你犯得着吗 这事我问过小然 这件工程 整个例如是不超过十万块钱 他凭什么一分钱都不要 白给我十万块钱回扣啊 人家傻呀 还是脑瓜子 有毛病还是进水 你傻呀 你傻呀 你傻 我师父告诉你 这项工程总共造价一百五十万 到余总呢 批了一百六 那十万块钱专门就给你的 懂吗 他平白无故 要给我钱干嘛 人家知道你这驴脾气 又得护着你的面子 又得给你办实事 你还让人怎么着 做朋友无非就是这样吗 我也实话跟你说了吧 这事小然回去跟我一说 我当时就知道怎么回事 对对对对 你聪明你聪明 聪明你怎么竟办啥事 你真是不跟钱有仇啊 我在你眼里 是不是一个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 整天就做扛枪打仗的一个主大兵 不动感情 不动生活 不动浪漫 不动爱情 不动享受 对不对 这话可是你说的 我倒觉得说的很贴切 你以为你不是 我看你就是在军营里待的时间太长了 外界都隔绝了 我看你呀 是在外界待时间太长 沾染了不该沾染的坏习气太多了 那只能说 你根本就不是这年代的人 我不是这年代的人 那我问你 电脑我比你玩得好 你信不信 现代知识我比你丰富 你信不信 高科技掌握 我比你到位 你信不信 你这个人哪 我最看不惯你一点 嗯 天底下有能的人 有东西 最后都因为女人 和钱 栽根 哎 你说这个我承认 知道吗 只要人活着 就离不开钱 你也一样 你离开钱 你也是寸步难行 兄妹 哎 钱不是万能的 离开钱是万万不能的 这些道理我都懂 我用得着你教我吗 你懂个屁 我问你 我作为一名军人 我能按普通老百姓 标准要求啊 拿我当傻瓜呀 老百姓跟军人的区别 我知道 可是 我也问你一句 你是不是觉得 这地球离开你 他就不转了 你是不是以为 你是全世界 唯一一个能当兵啊 哎 这军营里 年年都有那么多 转业退步的 这军队也没垮呀 我老刘没在部队干 我混得照样挺好 怎么了 我跟你说 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 这个部队还存在吗 我问你 我记得有一次 我问你为什么 不会成家的原因 对 你跟我说 一定有充足的经济基础和实力 然后再成家 对 为什么 我从小没爹没妈我孤儿 所以我要成家 我必须得有足够的条件 对我们家庭成员 能够起到养护他们的作用 对了 可只说对一半 还有一半没说对 什么 今天 我也给你谈讨我自己 我是一名军人 当我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面对的 是那些被歹徒侵害的百姓 眼巴巴的看望这种眼神 那是他们对你的依赖 那是百姓对军人的依赖 那是人民对政治的依赖 那是一个饱受被邪恶摧残的灵魂 对正义的依赖 你他妈听我说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成功的检修了一名人质 当我从现场走出来的时候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普通跪在我的眼前 当当地给我刻想她 当我把她扶起来的时候 老太太那种感激的目光 让我浑身震撕 我这个人在罪犯面前 从来没心虚 可是在这位老太太面前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害怕和心惊 因为我心里没底 她那种眼神让我心惊 让我害怕 我怕一旦有一次 我没有完成好任务 我怎么面对这种眼神 那种场面你没见过 谁在那块都能那么做 何况我是个军人 这不是责任不责任的问题 那是百姓对你的依赖 容不得你不去做 好好想想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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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今天我们的新轮召唤势 移动车机 现在怎么上车 谁飞 飞怎么样 慢点 上车 你怎么开了啊 前面有情况 不算不算 再来再来 怎么搞的 为什么还没有救赵台 还积动车 为什么去这玩 前面有情况 不吊吐就装撤了 陆志平 按照这种方式 给他做个示范 第四车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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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哎等会儿走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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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吗 你的问题 接着我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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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用你的心吗 莫 你天天问 有了鹅给你送来 谢谢了 娘 别干了 先吃 卷子 你也不要干了 吃饭再干吧 你别管我 娘 先吃 别干了 来 卷子 你得多吃饭 你竟干活了 这些日子 侯弟也摸个信 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了 我给他写了好几封信 也不见他回 卷子 你得多吃 也许是 不对上芒啊 要不就是没收招 可是以前 我从来就没有这样过 会不会 会不会 出撒丝了 你可别瞎琢磨 也许是去执行任务了 那天 那天 门也不过 委屈你了 莫子 莫斯 胡子走得又急 也没带衣裳 娘 娘 不对都用 再说 那边还在穿端袖 卷子 你弟弟该放假了吧 是啊 得往一个多约呢 要不 到那会儿你就去一趟 娟子 就这样来了 娟子的到来将会使猴子的去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猴子的战友以为他正在家乡迎娶新娘 而他为过门的媳妇却千里迢迢的从天而降 爷 请问 到这儿打走 我都知道 您知道 到这儿打走 哎呀 这个地方 正在东边 机体在哪儿我还说不准 姑娘你是第一次到城里来吧 要不你先找个地儿住些明天再说 猪人 猪还得花钱 那你是一个人吧 那你可得小心点点 大妈 我进去打个电话 行 行 去吧 一天 我打电话 喂 喂 我爱你 我去 这个地方 那我可以 我无法 中学 我 我 走 可能 你 我 我 不用了 我自己上去吧 你去忙吧 你好 李先生 明天我在边境等你 两天 两天就到 两天 上次你给我的一件数量都不够 什么 不够 骗我吧 骗你 还不够 你都干五块钱 都干五块钱 我跟你说吧 哪玩急 来生一辣 来两根 这个五毛 这个还有一块 这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 这个三块 大姐 这口香糖多少钱呢 一块五 这个真是棒多少钱呢 有没有验呢 没有验 没有验是吧 那行 那行 这重轨 就这么点钱 大哥 你看你是刚下火车的 不是这么寒风吧 要不我再去摸一把 你有病呢 你没看见这这 这玩意儿 这是什么 是不是打工的 我看差不多 大哥 咱们就别这地儿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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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 还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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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 妹妹 这是你的钱包吗 什么的 咋活在你手里呢 你都这儿了 然后我就给你捡起来了 你熟熟 你熟熟了没有 勾着来 都栽了 这出门在外吧 小心点 这遇见了坏人了 那可不得了了 不是每个人家的都会给你 大哥 真是谢谢你了 你真是第一次进城吧 到城里来找点活干 我是来行人的 行人 这地方 你在这儿来下转有什么 你醒不出 我真不知道该咋办 大哥 你知道 这个地方咋压的 哎呀 这地方我真太熟了 你给我走吧 真的啊 我还能骗你吗 你看 谁捡了钱包还会还给你啊 对吧 信不信我呀 相信啊 信 那怎么 哎 你们快给我走 一块去陪妹妹找人去 咱们学会雷锋吧 对不对 走 不是吧 赶紧谢谢他 哪些的啊 我真是经常做好事 嗯 真的 你这是钱买钱买吗 哎 不会说 你别得了平白乖啊 这人我可给你了啊 冒科 我还得忙着去呢 没时间跟啥 好好 姑娘 这位老哥就知道你找到钱在哪 跟着他没错的 你们两个给我走 没错也行完了 快走了 你跟着我扎马呀 现在得跟着他了 你先坐着 那猴子吧 他一会就来了 姑娘找哪一位呢 你找猴子 猴子 明天我带你到动物园找吧 那是我的私人 叫猴子 到底知道不知道 要不知道 那够了 姑娘 这是开个小玩笑 来 先坐 坐下再说 不就是猴子吗 猴子 哎呀 这两天他不在吗 等等等等等 坐坐坐 哈哈 他马上就来的嘛 好 啊 啊 姑娘 贵心啊 啊 不是怎么称呼啊 那叫卷子 卷 卷子 哎呀太土 太土了嘛 我给你改个名号啦 叫杜卷好了 那就叫卷子 卷子 卷子 好不好 哈哈哈哈 那个以后呢 咱们到旁边的包房里头 还有很多猴子的朋友等着你啊 真的啊 就还能看到你 是不是猴子你占油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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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加油 加油啊 加油啊 哈哈哈 加油加油 啊 来人啊 还赢呢 啊 哈哈 以后你把卷子小姐带到 好不好 啊 卷子 以后你跟他走就可以了 哈 现在就可以过去 把这个包包 不要拿了 就放在这里 啊 去去去 没有关系是吗 啊 不不不 有主有主 哈哈哈哈 小姨培的小子 我约磨的 他就滑起来 丈母娘 我看啊 现在是丈母娘 看女婿 只愿看也欢喜呀 你先到无人家了 考了考了自己的死吧 是人家结婚 你说还不及 我哪是招哪这么刺激啊 我非你们刷小 你这小子少来了 我们虽然不知道你呀 咱们中间算起来 还是你年纪最大 我是小爷号召 万会万一吧 哎呦 算了出汗了 歇了吧 立定 下座转 目标医师 解散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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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皮肤很好啊 哎呦 你的皮肤很好 哎呦 哎呦 哎呀 来来来 来来来 让我摸你的小鼻子摸一下 啊 来来来 来来 哎呦 各位先生们 这位是我们这里 新埋的小姐 哇 好漂亮啊 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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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来 小姐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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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过来 来吧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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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放开 爸 哇 这好玩意 好玩意 好啊 喂 老板 什么小姐啊 我打个电话 长途还是释放 长途是释放 有释放 长途要人家进 我摸钱 每天打成电话 大哥 干嘛 干嘛 我钱包定了 又不认得路 我想打个电话 什么都有了 孩子你打吧 谢谢大妈 妈 妈 你想点事 你想点事 怎么了 我正要给你打个电话 摸这东西脑壳有点热 是吗 电话 我接你 这孩子 快来 来这放 来 来 燃燃呢 你快回来吧 东东发烧了 我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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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嘞 喂 燃燃 东东烧的挺厉害 我得马上送他去医院 你就在那直接过去吧 你可得去啊 我照顾不了他 我弄不好 你快点 妈 喂 喂 喂 饲养队长吗 找谁啊 哎 那谁啊 你的电话 快 哎呀 哎 喂 喂 喂 饲养队长吗 啊 是我 是我 我是卷子 嗯 那是 猴子里对象卷子 哦 你好 你好 你什么时候到的 哎 你别哭 别哭 别着急 我一会儿马上去歇你 你能说你 你的准确地点是哪儿吗 我在 在 在 在一个 大妈的公用电话亭里 哎 你把电话交给大娘 交给你大娘 大妈 我不知道 这是二点 对我 对我 嗯 喂 大娘 嗯 你好 您能告诉我 你的准确地址吗 呃 他就在 国城站 呃 右边的电话亭子里 啊 好的好的 我知道 知道 大家您告诉他啊 让他一定在那儿等着 我马上去接他啊 啊 啊 呃 你也别着急 呃 他就在这儿等着你 啊 啊 啊 不用谢 不用谢 啊 您就来吧 啊 哎 哎 好嘞 好嘞 啊 好 就这样吧 啊 别在外边站着 谢谢您的 快进来坐吧 啊 这不能在外呀 都不容易呀 坐着吧 都不容易呀 喂 总计吗 给我转一下 坐三中队 哎 喂 坐三中队吗 给我叫向永春 喂 永春吗 我是杨队长 你马上到车站 靠右边的一个角 一个亭子 电话亭啊 你马上 把娟子接到 什么 娟子 哎呀 娟子就是猴子的对象 记住啊 见到他之后 什么都不许问 这是纪律 我明白 你放心吧 我一定把他接到 你接到他之后 马上把他送到我家 听见没 是 对啊 前面来个左边 到 前面来个荒唐病 跟我接连去 什么情况 接娟子 娟子 安大朋友 罗车对线 快点 哦 记住 什么话也不要说 什么话也不要问 这是纪律 快点了 去 怎么样了 东东 没事 打个斤就好了 你来的正好 我呀 这马上回去 你上哪去啊 咱们家来人了 谁啊 娟子 猴子对象 公司头一次进城 找不着家 站大间公司 我让有时候接他们去 你赶紧去吧 今晚再住他们家 听话了 我走吧 你现在在这儿 哎 一个该在这儿 喂你好 你这里是公司电话吗 是 你好 请问一下一个叫 娟子的姑娘在你这里吧 啊 你叫娟子的 对 嗯 呃 用手 谁或是谁 娟子在你那里 啊 你去哪里啊 哎 颜春 颜春 你看 那个是不是 是不是在那个 从公用电话里出来的 啊 谁去学 哦 我看见了 好 谢谢 是吗 是吗 好 走 走 好 哎 哎 你是君子吗 那边死杀人 猴子的仗友 你想啥 娟眼春 莉莉 安角成命令 你 洛书萍 怎么了 哈哈 哈哈 怎么了 你哭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别哭啊 你别哭啊 喂 喂 你为什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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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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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